是南京长江江北的一个小镇叫龙袍 龙袍有种包子天下第一包天下第一汤包 都是活鱼哈 从南京开车走沪宁高速方向 在南京四桥跨长江 在长江的江北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小镇叫龙袍 龙袍这儿出一种灌汤包子 是天下第一包 叫谢皇灌汤包 百年人家 这些都是这个饭店的厨师吗 哦 现在没包呢 包好了 包好了 最好呀 龙袍人家 腾龙阁 这是什么呀 饼 虾饼 哦 不是那个龙 不是谢皇灌汤包 哦 不是的 你看这长江边上多会吃 这还不是汤包 这门口的烧饼就这样 所以要想吃东西得跑到南方来 龙袍人家 哎呦 这么大蒸汽呢 这多好啊 嘿 哎呦 什么 一进来什么也看不见了 没事了 真算 什么也看不见了 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什么也看不见了 徒子不让我进厨房 我以为有什么不能看的呢 蒸汽腾腾 什么也拍不了 我眼镜全花了 当地俗话叫 卖了儿子买荷龙 不蒸馒头 蒸口气 你看这 腾龙阁 大包 原来这边都是汤包 哪家正宗的 哪家正宗的 家家住正宗 那个黄龙的是正宗还是这正宗 哪家黄龙 就那个汤 都掺不住 都掺不住 都正宗的 获得包的人气大奖 这就是老板娘 老板娘 你看 老板娘 老板娘 老板娘出去 你们都是打工的 打工的人气都那么足 一看这店里边就是 不仅蒸包子还蒸口气 中边这就是谢德华 吴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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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南京 叫什么馆 民间抗日战争纪念馆 龙袍人家 龙袍大包 看见中间那个蟹黄没有 里边是汤 我上回啊 静江活的特戏 还给一根管 还是 那个油大 那不好吃 那个一吃完就成了胖子 吃完就像我这样 这个吃了 不用吸那个肥油的糖 一年前 网信办组织 大V来这边吃过一回 那个还有什么 姜丝什么什么 还拿根管做 那不是老百姓吃的 老百姓是这么吃完 是吧 当年那个松井十根 也在这吃过包了吧 没有 那我不知道 当年松井十根路过这打南京的时候 据说也吃过这个 你看这个 黄军是最早写 我知道的鬼子冰的 他都没吃过这个 是吧 好吃 极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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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太好吃了 他看到一个资料里边说松井十根什么什么就是这包的 你这老鬼子吃相 各卖还是按龙卖啊 按龙卖 一龙多少钱 有120的 有80的 这我们这个呢 你们这120的 120跟80的区别是什么呢 120的蟹黄多 哦 蟹黄多 对 哦 主要是这个蟹黄贵啊 那汤呢 汤不所谓 普通肉包89块钱 普通肉包89块钱 我们也就吃 平常我在北京就那个 我们门口吃一个庆风包子 我老吃那个 那个便宜 那个菜点 啊 那个菜点 它有叫猪肉大葱 猪肉大葱 牛肉大葱 梅干菜 呃 素和 酸鲜 我整天都吃那个 所以我倒背如流 妈给你画的网上视频 那是 那是 哦 它不是包在里边的 嗯 对啊 那是 干的里边 看人家出一种 多里边 这不是包子 这个肉 这个肉不是包在里边的 而是 擀 而是 擀 擀在里边 嗯 这个是咸酱啊 擀在里面的 咸酱 咸的 不是甜的 咸的 对 它是包在里面的 你看看哪呢 都利索你看 那能绕花 这要是 这要是整出来 这要是整出来 你看看 叫 发生这点 嗯 漂亮 哦 对吧 正出来 蛮漂亮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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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是哪里的 南京的 多和谐 你看看人家 多和谐 你看看人家 你看看 当地崇拜龙 嗯 这个完了 你来 嘿嘿嘿 还没往的 还没往呢 还没 还没 网上网 网上网